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催人泪下的纯爱电影《只是爱着你》 成人从日本来到纽约,他非常兴奋 因为他是来见他的女朋友的 他女朋友已经失踪两年了 上个月才联系上 他女朋友名叫靖刘,非常可爱开朗 他不禁想起六年前刚考入明京大学的时候 那天他没去参加入学典礼 而是一个人在校外溜达 突然他看到一只小可爱,正举手要过人行道 但没有一辆车停下来礼让他 成人走过去说,不远处就有个按下按钮就能通过的红绿灯 说在这里司机是不会停的 这个女孩就是靖刘 靖刘仔细看着他,大眼睛水灵灵的 靖刘说他是明京大学的新生 说完还抹了抹鼻子,饶有兴致的看着他 而成人则害羞的借口走开了 走了几步回头看去 发现靖刘依旧在举手过马路 他说他想证实一下到底有没有好心人 而成人见他如此执着 禁不住取出相机,按下了快门 在上国际关系课时 成人远远看着漂亮的同班同学美雪 怦然心动 又扭头看到一个劲点头打瞌睡的靖刘 成人禁不住无嘴偷笑 下课后他急忙跑进卫生间 在自己的泪下抹药膏 他患有一种皮肤病,必须每天抹药膏 他不惧参加入学典礼 就是怕同学闻到药膏的味道 转天正在吃饭时,靖刘走过来 坐在他旁边说他是法语系的 而成人说自己是外语系的 两人这就算认识了 而靖刘午饭只吃甜甜圈饼干 成人觉得很奇怪 成人问他最终过没过那个人行道 靖刘说没有 说果然好心人越来越少了 还说自己毕业前一定要过一次那个人行道 而成人则说他有办法现在就能过 于是转天一大早 他带靖刘来到了那个人行道 路上一辆车也没有 靖刘像孩子一样开心的来回跑 还围着成人绕圈 很像一只宠物狗 而成人则说他有事先走了 呃这也是一条凭实力单身的汉子呀 他来到一个写着私人领地 闲人免禁的栅栏前 他想翻进去拍照 哪知正爬半截时 靖刘跟踪而至 非要跟他一起翻进去看看 那里面的景色真的美 沉雾缭绕 树木森森 小溪清凉 流水重重 成人拿着相机不停地拍 而靖刘就欢乐地在旁边看着他拍 他们看到一只漂亮的小鸟 成人想拍 但小鸟飞走了 于是两人追出去老远 发现小鸟落在湖边的小树上 可惜刚要拍 小鸟又飞走了 于是靖刘就骑在成人脖子上 将饼干圈挂在树枝上 说这样就能吸引小鸟回来 简直天真的一塌糊涂的可爱 成人问靖刘为何总吃饼干不吃饭 靖刘说吃这个营养已经足够了 他还为成人吃了一个 第一次有女孩对他这样 成人有些心跳加速 晚上在租住的房子里 成人冲洗了照片 那张靖刘举手过马路的照片 看起来是那么的美 有一种执着 也有一份纯净 某天正在吃午饭时 梅雪走过来喊他的名字 成人蹭的站了起来 梅雪让他过去和同学们一起吃饭 于是他很听话的坐了过去 大家一起说说笑笑的很是热闹 成人感谢梅雪让他融入了集体 但他发现小黑和眼镜都喜欢梅雪 而短发女孩喜欢小黑 而成人则看着梅雪连饭都忘了吃了 此时靖刘高高兴兴的跑来 却看到成人正痴痴的看着梅雪 靖刘顿时沉默了 坐到了一边闷闷不乐 三角链总会有一个受伤严重点 之后成人彻底融入了大家 还一起开车去湖边野游 当看到梅雪和短发女孩穿上泳衣时 小黑和成人都瞪大了眼睛看呆了 他们赶紧脱衣服下水 可能怕变化太大被发现吧 他们四个在水里嬉戏玩耍 还快乐的钓鱼 快乐的吃烧烤 快乐的合影拍照 玩累后他们就躺在沙滩上睡觉 但成人根本睡不着 暗恋的美女就在身边 谁还有心思睡觉啊 这天大家一起欣赏野游的照片时 眼界突然问靖刘是不是成人的女朋友 成人忙说不是 眼界说靖刘很古怪 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怪怪女 哪知此时靖刘就站在他们身后 气氛顿时异常尴尬 而成人则赶紧追了过去 他向靖刘道歉 说大家是开玩笑的 而靖刘说他并没介意他们开玩笑 他只是介意当别人说自己坏话时 成人竟然不为他说一句话 成人也很自责 见靖刘那么伤心 他拿出了一包甜甜圈 说是他家乡的特产 靖刘顿时就开心的吃起来 看来投胃果然最管用了 之后成人就开始教靖刘摄影 两人一起在森林里拍来拍去 一起等待光线最佳的时刻出现 天地一片幽静 仿佛这世间只剩他们两个人 之后成人还带靖刘来到自己租住的地方 满屋子贴的都是照片 突然靖刘发现了自己招手过马路的照片 他很高兴成人将这张照片贴在了墙上 送靖刘回家的路上 靖刘说等他长大了 胸变大了 屁股变翘了 就让成人给他拍好多性感照片 放在家里 说自己荷尔蒙缺乏 所以长不大 就连牙齿都还是乳牙 说他一定会变成人见人爱的漂亮女人 一定会让成人大吃一惊 靖刘说的兴高采烈 憧憬满满 而成人则将信将疑的 但成人那时候只想跟美雪在一起 两人经常一起上课 美雪其实也是喜欢成人的 他欣赏着婚纱杂志 而成人则看着美雪美丽的侧颜发呆 然后成人就将美雪带到了森林里 结果这让靖刘很不爽 转身跑掉了 而成人追了过去 问他怎么了 靖刘伤心的说 为何要带别人来这里 说这里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世界吗 然后就伤心的走掉了 而成人转天发现靖刘并没有来上课 成人跑去食堂找 也没看到靖刘的身影 而美雪正在图书馆看书时 靖刘突然跑来坐在他对面 心地善良的美雪 想跟靖刘解释昨天的事情 而靖刘则偷偷露出眼睛 偷窥美雪 而他一眼看到了美雪的紫水晶项链 于是就开始给他科普说 紫水晶能让别人爱上你 还说自己戴的红水晶也是爱之石 而当成人看到这两个人坐在一起 很诧异 忙将靖刘拉到一边问怎么回事 靖刘说我又没生他的气 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 成人问他有何企图 靖刘说我只是喜欢 我喜欢的人喜欢的人 傻乎乎的成人琢磨了半天 才明白这是靖刘对自己的表白 于是三人成了好朋友 经常在一起活动 成人这小子桃花运也太强了 某天靖刘背了个大包裹来到学校 说他离家出走了 搬到学校来住了 而成人脱口而出 那不如搬到我家住好了 结果靖刘就真的搬到了成人家 靖刘还顺便将自己这些天拍的照片 冲洗了出来 成人一看那些照片很有水准 不禁感叹靖刘真是个摄影天才 成人看到靖刘的包里有一个药袋 靖刘忙说那是女孩子吃的药 而靖刘还一把抱住成人说 我身上没有钱 只好用身体来报答你了 而成人忙解释说 我可不是为了这个 靖刘不高兴的说 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女人 然后就生气的摔在了垫子上 成人让他去床上睡 但他气呼呼的说就睡这里 说等我长大了 你会后悔 今天没好好抱抱我 靖刘一个劲骂成人笨蛋 这就叫求偶不成就翻脸吧 成人禁不住无嘴偷笑 转天晚上 靖刘给成人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那手艺真是非常不错 靖刘说平时都是他做饭 他还要照顾生病的弟弟 但弟弟已经死了 靖刘说弟弟死后 他和爸爸大吵一架 就搬出来住了 成人问他弟弟得的什么病 靖刘说是一种谈恋爱 就会死的遗传病 说他妈妈就是因为这个病死的 那时候靖刘还很小 而当成人吃了靖刘做的饭菜后 立刻被惊艳了 他说这是第一次看到靖刘吃饼干以外的东西 两人吃得很开心 而日子就在如此的开心里过得飞快 某天上课时 梅雪说今天是他的生日 让他陪自己去看婚纱展 成人答应了 晚上成人问靖刘 考没考虑过将来以摄影为生 说为了锻炼自己 他要去参加摄影比赛 还邀请靖刘一起去报名参加 说要出去远足拍摄餐菜作品 靖刘非常高兴说 这个周日就去吧 但成人说这个周日他要陪梅雪去看婚纱展 靖刘生气的说 成人真是讨厌 先把人推上天堂 再把人推向深渊 但他突然又高兴的帮成人张罗约会的衣服 说最好穿西装去 还让成人明天就去买 而当成人穿上西装后 靖刘说他果然变帅了不少 而成人想往皮肤上抹药膏 但最终放弃了 他不想让梅雪闻到那个味道 而当他走在半路时 靖刘拎着皮鞋追了过来 给他换下了不配套的运动鞋 就像一位老母亲送儿子去约会一样 其实没人知道他心里有多疼 婚纱展很漂亮 模特也很漂亮 看着梅雪很入迷的样子 成人很欣慰 但他的皮肤突然发痒 他急忙跑去卫生间 发现那皮肤已经起泡了 而他突然在口袋里发现了药膏 他这才明白 靖刘早已经知道了他有皮肤病 而婚纱展结束后 成人还主动邀请梅雪拍婚纱照 当穿着婚纱的梅雪出现时 成人眼睛都直了 真是美艳动人不可方物 梅雪主动让他牵住自己的手 那一刻成人感觉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而他回到家后 发现靖刘的嘴里出血了 原来是他的牙掉了 要换牙了 成人惊奇的发现 他掉的牙果然还是乳牙 靖刘说他没骗人 他正在长大 晚上靖刘问成人跟梅雪接过吻没有 成人说接过五次 靖刘说那我也要 说这次的参赛题目 他想定为恋人 一对接吻的恋人 他让成人做他的模特 跟他接吻 于是转天一早 他们就来到了那个美丽的湖边 景色很美 光线很好 靖刘调整好相机的位置 然后走到了成人面前 他摘掉了眼镜 他不戴眼镜的样子很美 成人顿时看着迷了 他发现靖刘也变得女人味十足了 而且也长高了 靖刘说我没骗你 说我的胸也变大了 要不要看看 而成人委婉的拒绝了 然后两人就四目相对 深情的吻在了一起 吻得非常投入 非常甜蜜 森林里静谧无声 仿佛每一棵树 每一棵小草 都被这个吻沉醉了 而靖刘也在吻得最深时 按下了快门 然后成人要回学校上课了 还说今晚他来做菜 而靖刘突然问 刚才接吻的时候 你有没有爱上我一点呢 而成人傻乎乎的 不知靖刘什么意思 靖刘笑着说 没什么 你快去上课吧 他望着成人的背影 心里明白 他和他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 波光闪闪的湖面 静谧安详 而靖刘的心里 却有悲伤在流淌 而刚才的那一个长长的吻 却让成人感受到了爱的悸动 他发现自己似乎 早已经爱上了靖刘 晚上他买了东西 回家做饭 却突然发现靖刘 已经收拾东西走了 冰箱上贴着纸条 写着 谢谢你给我的这一切 成人忙跑到学校 询问靖刘的住址 老师们说靖刘今天来这里办理了休学手续 说马上就要毕业了 真可惜 然后成人又跑去靖刘的家里 但无论怎么喊都没人答应 他淋着大雨回到家 躺在床上瑟瑟发抖 然后就发了高烧 同学们找到他 将他背去医院 他说自己身上有味道 让小黑放下他 但大家都说 他们从没闻到过他身上有什么味道 原来那都是成人的 自以为是 之后大家一起去医院看他 此时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而美雪说 他们到处寻找靖刘 但是都没有消息 终于到了毕业时节了 大家就要各奔东西 而成人说 他要在这里等着靖刘回来 于是美雪半开玩笑的说 那我就算正式的失恋了 之后小伙伴们都走了 而成人一个人孤单的留了下来 他找了份摄影师的工作 为客户拍摄各种广告 他也常去那个栅栏前毅力 但再也没进去过 靖刘一直音讯皆无 直到两年后的某天 他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纽约的信 那正是靖刘写来的 他非常激动 于是他很快安排好工作 就飞到了纽约 来到了约定地点 但哪知来的人却是美雪 美雪将他带到了居住的公寓里 说大约半年前 他在唐人街逛街时 有人认出了他 而那人正是靖刘 靖刘外表变化很大 他在一家著名的摄影工作室 做摄影师 就住在工作室里 而美雪就邀请靖刘 来跟自己一起住了 他说靖刘前两天 出差去洛杉矶了 说恐怕这次成人 是见不到靖刘了 成人很失望 但他说没关系 说他下次再来看靖刘 而美雪说 后天他带成人 去看靖刘的摄影展 而转天美雪上班了 而成人就拿着相机 到处去拍摄 不管怎样 他总算找到靖刘了 但哪知靖刘的父亲 突然给美雪打来了电话留言 说感谢美雪 这半年来对靖刘的照顾 说49天的法事 已经顺利结束 靖刘的骨灰 也平安送回老家安放了 原来靖刘已经去世了 而成人回到家里 听到了电话留言 他顿时痛不欲生 美雪也无奈地 跟成人说了真相 原来靖刘身患一种 遗传自母亲的疾病 当长大成人后 这个病就会越发恶化 直到死亡 所以他和弟弟 从小就吃 抑制生长激素的药 阻止身体发育 但当靖刘遇到了成人 他爱上了成人 他想让自己变成成熟的女人 所以他开始停止吃药 开始正常吃饭 最终他变成了大人 可是他的死期也越来越近 而他选择离开成人 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他想一直活在成人心中 不想让成人因自己的死亡而悲伤 美雪说 住院期间 靖刘给成人写了几十封信 说他在给成人写信时 最开心了 成人顿时心如刀脚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转天 他来到了靖刘的摄影展 看着那一幅幅仿佛鲜火的照片 他仿佛看到了靖刘 清澈的眼眸和眼眸中的深情 突然 他看到了靖刘的一张 大幅自拍照 成熟的靖刘 竟是如此美丽 成人望着日思夜想的靖刘 悲伤煞时涌来 靖刘在信中说 他抱歉自己不告而别 说他退学后 独自去了纽约 最后在这家著名的摄影工作室 找到了工作 他一边学习 一边拍摄 他的目标就是办自己的个人影展 因为他想让成人看到自己的影展 他说他现在唯一的愿望 就是再见成人一面 他想看到成人看到自己时 目瞪口呆的样子 他想让成人夸赞自己 那么努力 而当成人看到 有两面墙都是自己的照片时 眼泪顿时滚滚而下 就像那些逝去的岁月 一滴滴的掉下来 消失不见 无影无踪 他转头看去 就看到了那幅接吻的照片 那忘情的一吻 那动情的一刻 仿佛一切就在眼前 仿佛温度就在唇边 那一刻 最刻骨铭心的美好 已化作最璀璨的烟火 是一种极致的绚烂 却又是彻骨的遗憾 旁边是静留亲手刻的字 写着 一生一次的吻 一生唯一的爱 静留在信中写道 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爱的人就是你 而我是静留 独一无二的静留 成人站在那幅照片前 许久许久不愿离去 离开了 他就真的只剩孤单一个人了 当天下午 成人就跟美雪告别 返回日本 他拜托美雪 将静留的信 一封封的寄给自己 之后成人就经常收到 静留的信 信中写的都是他这两年 到处游历拍摄的过程 他说总有一天 我们会在别处再见的 一定会的 此时那只漂亮的小鸟飞来 不知他是否喜欢吃 甜甜圈饼干 全剧中 多少爱情如石沉大海 多少遗憾在午夜徘徊 多少泪水被往事风干 多少依人已不在从前 爱情总是戛然而止 在最热烈的时刻 但心痛却肆意泛滥 在每个无眠的夜晚 我后悔在阳光明媚的日子 没说我爱你 我后悔在阴雨绵绵的午夜 没说我想你 我后悔在湖边的树下 没撩起你的长发 我后悔在情深易农时 没有跟你表达 而当你消失在人潮人海 我看不到你的背影 也看不到我的未来 若这一生注定会有遗憾 我多么希望这遗憾 都和你无关 好了 明月刻期 我们下次再见